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澳洲主动释放出一些 善意的消息 希望赶紧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拉越近 之前是黄英贤有去拜访过中国大陆 那时候也是有讲说 希望这个爱班尼斯 是不是可以赶紧的来访问中国大陆 那现在看起来显然中国大陆 好像也没有相对应的回应 只是呢 这现在这个澳洲又释放出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澳洲的贸易部长 明年初希望能够访问北京 盼关系能够解冻 可是北京方面还没有给予回应 那澳洲的这一个贸易部长 法瑞尔他的讲法 他就提出来 仲裁并非首选 期待双方重启对话 也希望跟中方当面来协商 可是呢 之前明明就是迟迟未定 可是澳洲也不怕这个热脸贴冷 算是热脸贴冷屁股 就是好像就是被碰了软钉子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要回暖的事情 这是爱巴尼斯之前的一个定调 而且对于这样子贸易部长的说法 他也有回应 他有讲说我期待我们的贸易部长会见面 再来看看有何成果 所以其实呢 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焦急着想要跟中方来恢复关系 当然对于这一次现在目前中方整个风控的一个松绑啊 影响到这个全世界非常的大 当然有美国带头的一中论啊 他们讲说哇中国的旅客筛检的证明啊 从1月5号开始必须要出示48个小时之内的阴性证明 那日本跟韩国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喊说要管制中国大陆的入境者 可是呢你看看五眼联盟又是怎么看的呢 先来看英国他讲说我们没有计划要对中国大陆的旅客进行新冠的检测 澳洲也说我们也不会改变相关的入境规定 甚至连澳洲的旅游局都还特别推文啊 讲说在澳洲等一个顶 就很期待中国大陆赶快这个旅客们赶紧回来 因为对于澳洲来说中国大陆的旅客观光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还有呢纽西兰的旅游局也说 2023让我们一起与世界不见不散啊 也是大举欢迎这个中国大陆的旅客而来 然后加拿大的旅游局同样也是哦 加拿大呢小土豆呢 他现在旅游局也讲说好久不见你终于要来了 三年加拿大终于等到和你重逢的那一天 都是在跟中国大陆释放友善的讯息 希望赶紧能够中国大陆的旅客来这边游玩 所以看起来这个世界好像已经分裂了 就不是那种全部美国说的算 全面的美国带头然后全世界围堵中国 这个态势已经俨然不同了 连欧洲东南亚同样也是较好啊 你看看法国他们连续两天在官方的这个微博 他们就讲说啊这个中国朋友 法国张开双臂欢迎你们不用隔离你来不来 不断释放这些友善讯息 挪威也是讲说啊我们的挪威极光兵穿拿在呼唤着你们 泰国也是哦 然后可以看出来说这个连菲律宾啊 同样也是释放出这样的一个就是欢迎的消息 而且菲律宾现在还说什么呢 在2023年初哦 这个小马可氏啊也要来跟习近平见上一面哦 非中也要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管道 防止南海的误判事件啊 所以他态度表明了就是在最敏感的话题上面 我希望跟你有沟通的桥梁哦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世界各国现在不断对中国大陆 这个即将要开放的这个消息都是 举双手赞成也都是鼓掌的居多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其实在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的指示 他就说中国大陆现在经济的强 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各项的政策效果也持续在显现 明年的经济运行总体回升 有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哦 可是美国可不是这么看哦 美国就是要在那边讲说 我跟你就是不对盘 你看看啊华尔街日报他讲到说 这一阵子的打压下来好像美国并没有落到好处 因为看到中国大陆跟亚洲临近国家的贸易联系 反倒还是加深的 尽管美国推动对华脱钩 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效益 而且呢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影响力 自己国家影响力都在下滑 有近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 在全球影响力 美国好像持续在衰退当中 还有这几件事情通通都怪中国 首先呢讲到华为啊 因为华为不断在防堵他嘛 就说现在还要继续拉开对于 华为的一个防堵以及限制 可是反观欧陆很多国家 已经对于华为已经敞开大门了 另外他们现在特斯拉跟苹果 股价这个断崖式的下跌 结果美国之音的解读是说 这就是因为你中国大陆清零政策 害了我们特斯拉跟苹果 这个也可以怪中国 还有呢T-talk现在也变成 美国一个矛头指向的一个单位 他们就现在开始要限制T-talk 可是马斯克讲了一句大白话 他讲说美国政府干预社交软体 甚至还会下达明确的指示 说要删除某些内容 或是某些账号 所以你讲什么T-talk呢 美国你自己是不是要先讲讲你自己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怎么看未来这一年 现在目前整体的局势 因着中国大陆的开放 我觉得中澳的关系 是越来越朝好的方向走 但是还不够 双方的努力 尤其是澳洲这方面 还要更加把劲的努力 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澳大利亚它对于中国大陆的华为 提出一个非常不友善的 而且不符合自由贸易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做限制 那中澳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前面的莫里森 他本身的语言 动作 态度 都对中国大陆很不友善的情形下的时候 双方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 那当然大陆对于澳大利亚的一些产品 涉嫌澳大利亚告到WTO 同样的道理 中国大陆也马上就反击了 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对中国产品的设限 也告到WTO去 所以澳大利亚目前来讲 他的贸易部长说 如果我们的这些贸易能开的话 那个他们不排除把那些撤告 可是问题就是中国也在告你啊 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 你撤不撤告 我觉得澳大利亚要做对事 做对事就是华为的问题先解决 还有CEPTPP的问题 那么大力的推进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中澳的关系才有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这样的情形对双方都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要做对事 先对华为解禁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 另外有关于这个若干的国家 包括美国啦日本韩国等 这些国家对于中国大陆设限 他的观光旅游客设限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大陆的反应 大陆的民众的反应就不在乎 你设限我就不去嘛 我也没有那么想去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好多人在问 在征询说 看日本韩国的情况怎么样 那你一设限 马上就冷下来了 没有人去有关心了 更多的旅客开始关心到 这个菲律宾啦 关心到欧盟 欧盟第一时间 马上表明态度了 欧盟非常明确哦 欧盟的疾管局说 对于中国的旅客 任何设限都是不合理 也就是不能够有任何设限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就拿我家的例子 我小弟 他们一家人 在前几个礼拜去了巴黎 四个人去 去了巴黎了以后呢 三个人感染 然后一个 躺在旅馆两天不能动 然后呢 一个一点点不舒服 另外一个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我小弟是一点感染都没有 但是我再强调是 他们一到八里以后 没多久就被感染了 那请问一下 那现在法国有在做检测吗 没有啊 到处都是啊 没有人戴口罩啊 所以对欧盟来说的话 你我们今天欧盟已经是这个样子 你还要再对于大陆设限 那是不合理嘛 我觉得欧盟的讲法 做法反而是正确的 那当然很多的大陆旅客就愿意过去嘛 那你设限的国家 那大陆的民众 现在态度就设限我就不去嘛 好 我们一个问题来了 那台湾呢 蔡英文 民间党当局 多爱一下台湾人吧 多爱一点 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服务业者 很渴望大陆的旅客来到台湾 所以不但小三通要通 大三通要能通 进通硬通 全部都通 不要在那边害死台湾人 不要在那边不顾台湾人的生死了 好 请教介老师 那个澳洲事实上 原来这个自由党的Morrison政府 因为他采取极端那个反中的政策 事实上招致大陆的这个经贸的制裁 反制以后 澳洲的很多产业受到重创 那么创伤最重 比如说大麦 比如说这个葡萄酒 比如说这个水产品 鱼虾子 还有这些煤矿 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澳洲原来是一直都 以中国大陆为最大的这个外销市场 那受到的创伤非常的大 最后也导致Morrison政府 那么败选下台 那现在的埃班尼斯总统 他当时就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有暗示说 他上来会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他能够在这个大选中 获胜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现在也有内部的压力 那么各种产业界都期望他 尽快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让这些原来以中国大陆为 最大外销市场的这些产业 能够恢复在大陆的市占率 所以我觉得澳洲 Morrison上是这个总理上海 就一直往这方面去努力 那中国大陆其实也回应了 因为在这个Morrison政府的时候 前任政府的时候 中国大陆切断跟澳洲 所有这个部长级的往来 几乎双方没有共通的管道 因为中国大陆对这个Morrison政府的 前政府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第一个带头抵制华为的 那么就禁止华为的国家 第一个在新冠肺炎这个溯源上面 对中国做出非常 这个怎么讲来 就是说非常不友善的这种国际举动 所以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说 感觉上说其实过去40年来 中澳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所以大陆就非常不解 而且在整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 澳洲的获利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双方的经济关系是高度互补的情况之下 不了解澳洲政府为什么要那样子做 这个损人不利己 所以采取贸易暴富以后 Morrison政府最后导致Morrison政府的倒台 所以当然爱班尼斯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是这个关系 其实他一上台 这个几个月来进展是非常的快 那么而且最主要双方的高层都见面了 爱班尼斯上个月在这个巴黎岛也跟这个习近平亲自见面 谈过了 那双方认为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啊 对不对 应该要高 双方没有任何这些利益的冲突 那么而且经济高度互补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所以就是说继续沟通 那么前两个礼拜 这个黄英贤亲自飞了一趟北京 那么这个时间上是中国大陆挑的 也是中澳建交50周年 所以在北京 他进入了那个住到 北京让他进入这个钓鱼台国宾馆 给他极高的礼遇 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澳方认为就是说 北京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了 可是呢 好像对于市场开放 事实上还有一些 澳洲方面的功课要做 这个就是现在卡的问题 也是中国大陆会认为就是说 澳方可能要在很多地方做公开 或者对中国大陆做出很明确的承诺 那么尤其在友商 友商及中国大陆国家安全 或者外交 或者国际地位的这种发言 还有这些举措 可能他会要希望澳洲方面 做一些明确的表态 那么甚至可以要公开的表态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他们中间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那么澳洲跟中国大陆关系 在澳洲的努力下 已经有大幅的改善了 对 感觉上艾班尼斯对于这一次 我们刚刚上一题讲到的 这个澳洲的议员来台 他也是淡化处理 他就说这个议员来台也不是很罕见 这是常来的事情 所以感觉上他就是也是想要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的和缓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对中国大陆旅游 先知最严的是日本 那日本事实上是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他前天死亡415个 然后确诊超过10万 所以这个国家真的逻辑很奇怪 因为中国大陆知道现在自己确诊很严重 所以他全部开放 照理讲你很严重也应该开放 对啊 人家不敢来啊 是啊 那结果日本对中国是最严的 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明年第一季 是形势比人强啊 因为我刚看到日经亚洲 他评估 日经亚洲是非常亲美的媒体 他评估明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是4.7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是4.5 那也有另外的估计认为会超过5% 那美国是不到1% 欧洲是-0.1起跳 那明年第一季怎么办 事实上刚刚在讲这个特斯拉啦 苹果啦 在那怪东怪西啊 事实上他不是因为风控 造成了他的经济的困难 而是因为他库存太多了 对 他销不掉啊 所以苹果现在员工继续在上班 他也不知道要不要他生产 因为你现在生产出来的都卖不掉 他库存太严重了 这个现象不是只有苹果跟特斯拉 所有的国际名牌很多都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电子业 那你如果说是因为风控造成困难 那为什么比亚迪这样在卖 对不对 所以显然就是你之前对自己估计太乐观嘛 对 所以就造成了一大堆库存嘛 这个才是真正原因啦 那你去想一想嘛 现在大家库存都一大堆 然后明年第一季订单看不到 那有旅游 优势的国家当然全面开放嘛 这最明显的就是法国 德国 西班牙这些国家嘛 甚至连英国 虽然不是太漂亮的国家也来插你咖啊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人家是很现实的 知道明年第一季经济不好 澳大利亚也是啊 澳大利亚也是有很高的旅游收入的国家 是 所以嘛 然后比如说印尼啊 菲律宾啊 它也是要开放啊 所以五眼没有 没有一个站在美国这一边了 四眼都跑掉 他们都急着要有旅游的收入 他们是有优势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 习近平跟普清即将要视讯会面 那当然目前的消息 都是透过俄罗斯这边释放出来的 那这样的视讯会面 也说要彼此靠近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克里姆林宫是讲说 这个中俄领导人 就会在今天来举行视讯会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就说会针对最尖锐的地区问题 来交换意见 这非常重要 有哪些是离俄罗斯更近的问题 还有哪些是离中国更近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恶物战争到底是 这个拐点会往和平而走 或者是往升级而走呢 昨天的这个消息 是看起来战争还在声闻当中 120枚的飞弹 这个诈骗了乌国的全境 那俄罗斯是放话说 这个口径用不完 这是要回应什么呢 因为西方媒体不断在讲说 俄罗斯可能已经弹药用尽了 所以既然你这样子讲 就展现一下这个实力 当然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 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就是一番话 然后又换到了这个乌克兰的人民 可能又是这个年关又很难过 那现在这个普钦是讲说 要再造四艘的核潜舰来确保俄罗斯的安全 那拉夫罗夫就影射说 美国是不是双面 他就讲说美国通过外交渠道表示 不希望也不会跟俄罗斯直接作战 但是他也强调 接下来不会再与西方上 过去那样有合作的关系 因为他们已经彻彻底底的看透了西方 那所谓离中国俄国更近的问题是哪些呢 那当然就是包含了台海跟日韩 这两大问题 那台海的话我们现在看出来 就是这个当然兵凶战危的氛围 从今年开始不断在升温当中 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就讲说 中俄两军现在目前保持战略协作的高位运行 而且他们的2022海上联合演习 也展示出来说 双方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的一个能力 这是中俄他们一起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想法 那而且现在我们台湾更关注的是说 国台办的主任 新任的主任宋涛上任了 大家讲说好像传达出三大生意 包含了外交经济的并进 而且当然也隐含着这个和平统一的承诺 那这个事情当然引起台湾非常大的关注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有人形容说他过去是中央外事办的副主任 对外联部的部长 他执掌由副部级接任这样子的一个国台办主任 看似是低旧外界就解读 其实更凸显出来 习近平对于台湾事务的重视程度 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也有呼应了 现在目前台海目前的状况 他讲说哪里有分裂国家的行径 哪里就有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所以这一个离中国更近的问题 当然是台海为优先 那离俄国更近的问题 也离中国挺近的问题就是日韩了 可是我们看出来日韩他们现在态度上面 好像产生了一些分水岭 这两天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 就是韩国公布了韩版的印太战略 特别提到的是 中国对韩国来说 列为是关键伙伴 他不再是跟着美国跟着日本 一起视中国大陆为威胁 因为对照日本他们自己的新版安保三文件 他们就讲说台湾是重要伙伴 中国大陆是最大威胁 可是韩国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看韩国的外长讲说 这是韩国外交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他是这样子来定调他们的韩版的印太战略 而且这一两天也看到了 在冀州岛这边部署核武器的事情 也惊动到韩国内部 他们就要求说 很多民众名义要求说要立刻废除 这不要把韩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可是对比 日本倒是很希望 美国是不是可以来部署一些核武器 除了冲绳以外冲绳都是产生反战的态势 可是日本好像比较是随着 美国的声音为主流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目前日本的国防开支 大幅的增加 那是不是也增加了 跟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也有所回应 他就说日本近年来严重违背和平宪法 和专守防卫的政策 现在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的一个现实挑战 也就是说 感觉到日本好像逐渐又走回了 那过去的军国主义 这并不是中国大陆所乐见的 所以是不是也使得 目前东亚地区 甚至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不断在升温 这就是中俄靠近中俄的 最重要的这几件事情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这个宋涛的话 他是外交系统出身 我想这是过去 这个国台办系统的一个传统 那么要有丰富的 这个国际事务及交涉的经验 那他的位阶的话 他在这个之前 他是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央 对外办公室的主任 对外联络处的主任 外联部的部长 这个已经算是 我觉得是最近几任 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 那么位阶最高的一个 来接国台办主任 也可以说由他的出任 可以说这个国台办主任的 这个位阶 实际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是往上提 往上提 所以也显示出中国大陆 对这个国台办 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可能未来会把他的地位 第一个提升 第二也显示对他的重视 那也有人的解释 就是说宋涛过去 因为在中共中央里面 那么他在党的这个中央里面 对外办事 就是说对外联络处部长 事实上是中共党里面的 一级主管 所以跟这个习近平 应该有很多比较直接的接触 这个跟这个原来的国台办的主任 不管是王毅也好 不管是这个前任的 刘洁一来讲 跟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都没有很多的接触 宋涛应该他前任 前一个工作 跟这个中共的这个主席 这个中共中央的主席 那么习近平有很多直接接触 所以这也显示说 习近平将来可以直接 指挥这个国台办 那么这整个说起来 就是中国大陆 可能对台湾事务的重要性 那么把它放到更高的一个位阶 而且跟他的现在 他的直接的这个领导人 跟习近平之间 有过去有直接共识的经验 这个都是过去国台办主义主任 主任所欠缺的 你要知道刘洁一在接这个工作 他的位阶是不高的 他连这个副部级都没有 他是驻联合国的大使 那么事实上这个 王毅在接这个国台办的时候 他也是副部级的而已 所以这一次宋涛出任 就是等于说国台办 一个最高位阶的一个官员 来接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将来很多可能 有关国台办工作 习近平会可以亲自来抓 所以这个部分就正好反映出 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习近平跟普丁的这次通电话 到目前为止好像中国大陆 还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说明 大家都在很关注 那有一些的消息 都是从克林林工直接出来了 那这个通话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谈些哪些问题 真的各界都非常关心 因为在这个俄乌战争 很关键的时刻 普丁主动要跟习近平说通电话 必然是有所求 是希望中共协助 大陆协助这场战争的和 还是继续战 我觉得是关键 接着请教亮哥 这个宋偷蛮特殊的 就是第一个他在福建 待了23年 然后他又是外事系统出身 而且他当过对外联络 就是政党外交的代表人 所以他跟民进党很熟 这个蛮特殊的 实际上据我了解 他跟邱太山是熟的 然后洪奇昌跟他也算 相当认识 那这两位事实上都是未来 赖清德的最核心的幕僚 所以他的角色真的蛮特殊 而且他当过菲律宾的大使 然后也当过三次代表习近平去北韩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就有点就是 现在台湾问题已经 那个中华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 首先要稳住亚洲各国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职位的安排 也有这个味道 就是先要确保比如说东南亚国家 对这件事情的基本态度 然后他也知道 大概必须要跟民进党做一定的交往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 福建的特殊的23年 对福建跟台商一定相当熟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人选 就是高阶有点低旧 这有点像夏宝龙 当年去接港澳办主任一样 他已经在涉江省当会省委书记了 基本上我觉得一定是有特殊用意 就是说习近平 基本上在台湾的议题上 如果是政治跟军事 那基本上是面向美国 那两岸的部分 我认为送到了任命 意味着未来有一些空间存在 好 蓝老师 如果我们从大陆的整个组织体系来看 对台领导工作小组的小组长 那当然就是习近平 那他有两位很重要的左右手 一个是未来的李强 就是国务院总理 一个就是政协主席 这两位是他非常重要的左右手 那帮他安排所有的议事的 这些就是他的秘书长 过去是杨洁篪 未来看起来很有可能就是王毅 那如果分管统战部 跟分管台湾问题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政协主席 这个系统来负责 例如说台湾到大陆去的 重要的政治人物 通常都是政协主席 最高的时候都是由他来负责接待 政协主席他底下的就是国台办 所以国台办虽然是在国务院里面 但是他在分管在往上走的时候 政协主席就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如果在党内的话 那他就是政协主席 再来就是习近平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会注意到 未来的政协主席相当有可能就是王滬宁 而王滬宁过去跟宋涛的 合作的经验已经很长了 所以宋涛跟习近平的关系 跟王滬宁的关系都非常熟的话 那他本身在直接的这个 政协的这条线上 对台的工作线上 那就会很容易就比较顺手 所以我觉得宋涛当初 会被选拔上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王滬宁他们的推荐 然后习近平当然因为也很熟这个人 他常常代表他到这个 例如说到金正恩 去跟金正恩见了几次面 也跟杜特帝也见了几次面 就是特别透过这些党的外交 那么也都处理过一些很棘手的问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 还有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跟他朋友大家好 还有前大使接文集 翟轩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目前台海的一个局势 那首先先来看到的是 澳洲的议员赠送了这个礼物 力挺台湾 让小鹰感动落泪 那其实就是他们赠送了这个东帝问 那这个我们先来还原一下 这个皮尔斯他就想说在东帝问服役 正逢当地遭受暴军 政府压迫 然后肩上披着澳洲国旗 保卫当地的民众 然后访台期间就把这个国旗赠予蔡英文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 东帝问有警告 他就说如果澳洲坚持将 这个帝问海天燃气输往自家 将找中国帮忙 其实他们并不希望成为澳洲的竞联 所以澳洲告诉他的版本是说 我们帮他推翻了暴军 我们帮他弄走了印尼 可是变成这东帝问就要听澳洲的 所以他们的一些天然气 甚至这个帝问海沟条约 这些事情 通通都转向变成由澳洲来控制 那在1989年印尼来签订了这样子 两国共同开发石油资源 但东帝问指出说澳洲占了过半的收益 同时还要求划定海上界限 在2016年的4月的时候 交由这样的仲裁法院来审议 所以人家就讲说 蔡英文是不是搞不懂 这过去的一些历史典故 应该要哭的是为东帝问的人民而哭 所以人家觉得说 这个眼泪有点奇怪 当然这事情我们的官方 也没有给予任何的正式的回复 这个也是透过澳洲的媒体 所讲出来的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蔡英文的行程 哇大张旗鼓 说要去澎湖这边 是岛国军啊 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延长变成一年的义务役嘛 他就讲说 我一定要去到这个前线来看一看 这个海军啊空军 大家的一些现在目前的状况啊 那当然人家讲说你三军统帅啊 这本来就是这个总统职责没有错 可是当时八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东风飞弹飞过我们台北上空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见到你呢 你那时候怎么去美食展了呢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在那个时间点 没有以你三军统帅的这个职责出来 告诉我们大家说 我们应该要警觉啊 甚至连国防部都讲说 因为有这个高层的消息 说不要透露讯息 我们还得要透过日本才知道 哦原来我们头上有这样东西 就东风飞弹飞过去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两岸 是不是已经到了火线边缘 今天各大报哦 甚至是网路的消息推播 都在讲这个消息 解放军歼11哦 在南海逼近美机 然后双方啊 这个危险的画面 距离不到6公尺哦 那还让这个美军啊 赶紧闪避避免碰撞 在南海这个地方 感觉上面差一点要擦枪走火了 所以是不是看起来 中美两方 在这边的这个对峙态势啊 不断在升温当中 那我们来看看 美国的国务院讲说 中国大陆是有能力改变 现有世界秩序的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 对于中国大陆 就释放出来说 中国威胁论啊 事实上威胁谁 威胁你美国 所以你感觉到 哎你的霸主地位不保了 所以一直觉得说 哇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企图心啊 那大陆的国防部就回应啊 他说美方如果有意 全面恢复对话 你必须要拿出诚意跟行动啊 你不要总是 像是王毅所形容的嘛 你不要暗地里在那边戳刀子啊 就你好好的 你想要大家做朋友 坐下来谈 而不是见完面之后 哎马上就开始制裁你一波 就是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台湾哦 现在目前这个落实国土防卫啊 又要说今天有看到这个消息 要编18个城乡守备旅啊 人家在想说 哎这现在这一年的义务役啊 是已经遇到了冠老板吗 因为现在要做的事情 好多好多 从之前说你要守在 这个海岸守备旅哦 可能会变成 哎这个第一波的这个 面对到敌人的可能会成为炮灰 然后再来呢 你又要守台积电啊 台电啊 中游啊 然后呢 现在又要汇这些标枪 红准刺针哦 而且呢 你这18个乡镇 呃乡镇守备旅哦 是要守368个这个乡镇市区 也就是说 你又要打巷战 你又要打第一波战啊 所以我们这一年的义务役 这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啊 那当然这个要去当义务役的人 就会觉得说 难道是政府希望我们第一波 在前面送死吗 还是当炮灰吗 就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昨天啊 这个我们的前辈 雅琴姐哦 就是啊 为着国家说要站到第一线 然后说啊 这个谢谢 这个应该怎么讲 我们也谢谢他愿意保家 保卫家园啦 他讲说教招事半 他要第一个报名 他说他体力很好 而且呢 他说这个 他的身体也非常好 他如果发生了这种状况 危险状况 他在地上捡到了红准飞弹 他觉得说 大家不要觉得很难 你只要一扛上肩 按一按 就可以射出去了 然后这一番话 大家听完之后 就觉得满头问号 首先 这个教招也是 之前有当过兵的人 才需要被教招哦 那你要报名 也不太可能报名 再来你的年纪 现在目前好像 也不太算是会被叫招的 亮哥这个声音是 干嘛做音效 然后再来呢 这个年纪上面呢 当然可以讨论 如果你坚持的话 那另外呢 真的我们路上 就会有红准吗 这个事情 难道我们海滩片 都是红准吗 我们去海滩 不小心 踩到了红准 然后拿出来 我随便一按 就发出去了 原来我们台湾 人人都是这个武器专家 随便一按就可以吗 我们真的是比乌克兰厉害太多了 因为当时呢 美国要给这个乌克兰标枪啊 他们还一堆那种 军事这种专家都不会用 因为他们只会用二规的 他们还不懂得用美规 这些标枪什么的 当时他们还自己怎么样呢 还自己哦 就是上网去搜寻 这个靠网路自学 Google看看怎么样使用标枪 连专业军人都要学 但是我们多厉害 我们一个主播级的 就可以拿到标枪 就会射击 我们真的是 展现了台湾 世界怎么跟得上 那再来我们来另外看一下 这个民进党 是不是讲到了战争 都会比较浪漫一点的看法 网友的讲法是讲说什么呢 你看看王定宇讲说 手枪射击 十发中八个靶心 一个九分 一个八分 一个九十七分 所以他好厉害 他是这个神射手 那何志伟呢 何志伟就讲说 哎呀打仗就像打电动一样嘛 如果你会玩那种CS枪战什么 你就会打仗啦 还有自由时报也讲到说 之前不是有报道吗 2016年的时候 哦中国鲁人准战争 然后周玉寇就寇寇姐就讲说 我们就看F-16去救援 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不太合时级 但是呢 不太合时级啦 但是这就是民进党的浪漫 就看待这个战争 感觉好像都把它想得很美好 或者是想得很梦幻 那可是我们真的是调出来说 像是美国 他们去到伊拉克战争之后 有一千多名的美军 他们就有罹患这样子的这种 创伤压力症候群 所以从伊拉克阿富汗返国的这些美军 他们有些甚至还会就是 走不出那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阴影 所以真的不要把这个战争想成那种 哎呀 我是随便拿个标枪 我按个纽我就发射了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那我们来问一下 亮哥怎么看 这个对战争那么浪漫 那请他们先说明一下乌克兰现在的现状 乌克兰至少居然死了10万人 平民也在10万到20万之间 有一千三百万人流离失所 包括跑去欧洲 跑去俄罗斯等等 对 GDP损失了三分之一 你要不要描述一下 这些人我讲白了 就是在拍小英的马屁嘛 在向蔡英文示好嘛 因为蔡英文正在嗨之中嘛 你们这些人这么爱讲战争 你请说明一下乌克兰的现状 是 整天在那边讲乌克兰 倒了三百多天 全国团结一致 真感人哦 感人到一千三百万人 流亡到国外去 你怎么不讲这一点呢 对啊 你怎么不讲乌克兰现在 人均所得只剩下两千五百美元呢 比越南还低耶 家破人亡呢 家破人亡多少啊 你怎么不谈这一部分 整天那边王嗨 真是可笑至极啊 王嗨像小英效忠嘛 就这样而已嘛 这是丢脸 这是丢脸 红准 蔡英文示范还拿反了咧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说这种手持的炮弹武器 这么容易学啊 那人家那个 李伟赤真这么好学啊 人家要熟练也要一个月 对啊 搞不好你设反了 而且地上会剪得到 而且我讲白了 我事实上 我昨天也在这个节目讲过 我们买的手持的武器 包括我们自己做的 红准火箭弹 赤真标枪 请问有多少付啊 我们那个 义务役入营的就至少四万 四万人 他们要轮到民国几年啊 还轮得到你较招啊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个就是 天马行空啊 说我们会保证 新来的义务役的 这些大专兵啊 每个人都学得到 这些新式的武器 你这讲给谁听啊 请国防部的长官出来 跟我们讲 有多少可以大家来轮嘛 那训练弹要不要发射 如果每个人都想射一发 就要四万发 请问你训练弹有几枚啊 要不要说明一下 那没有发射过训练弹 我不要讲实弹啊 没有发射过训练弹 叫做学习吗 你就想想这个状况嘛 你一年 好 李豪说我明年再来抄钱准备啦 请问美国要买给你几枚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所以就在那边鬼吹牛嘛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吹牛嘛 就你画了一个大饼啊 那事实上你这个义务艺要成为 这个事实上2024年1月才开始啊 训练一年 第一年大概两万多 第二年再两万多 也要到2026才像个样子 那现在就开始吹牛啊 那事实上 你要学的新式武器根本就不足额啊 所以他们到最后学到什么 我跟各位保证啊 最后大部分都是学到步兵打靶 保证你一年可以打800发 就这样 现代的战争是步兵决定的吗 这个我旁边 我们赖老师就军事专家啊 你面对解放军登陆之后 所使用的武器 然后你训练一年兵 主要的专长叫打靶800发 你这样要作战啊 怎么作战啊 请你告诉我一些细节嘛 我就讲到这里了 可是还是会有人讲说 我们命中率有210啊 然后什么东风飞弹打不到台东啊 命中率看你的射程多远啊 你还打不到人家 人家就把你轰扁啊 所以就是我们都会吸收到一些很奇妙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来老师 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些政治人物或是媒体人 要给我们的民众一些讯息的时候 最好是贴近战场的讯息 例如说像王定宇他提到了 就是说有关于他的手枪射击 一般来讲在实战的时候 你要拔枪射击 那一般来说我们觉得比较有效的 的射程就是在15到30米 公尺左右 也就是我们这边到摄影棚那边 那这个已经算是 而且因为你他的训练就是说 你拿了枪来打 拿出来瞄准打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马上要变换位置 所以他已经是近战了 然后你没有多少时间反应 如果能够打得中的话 那都已经是神相守了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你的50到100米的时候 超过100米基本上 手枪就很难打得中 因为他的那个偏差度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当你到这么近战的时候 手枪的意义都不大 一般来说的话意义都不大 那已经是打到肉身战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个媒体人所提到的红准 我觉得红准 如果说你真的能不能用的话 可能要去试看看 因为它是5.1公斤 那它的有效射程就是400米左右 400米已经很接近了 你要看得到坦克已经进来了 然后它是5.1公斤 然后你还要接近那个坦克 所以我觉得要先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拿一个5公斤的米袋 或是抱在手中 然后先跑 跑个一两百 至少跑个一公里两公里这样 然后你还要穿越各种障碍物 然后你还要跑一跑 爬下来再站起来再跑 再爬下来再站起来再跑 因为一般那样坦克建来的时候 这些村落或是这些城市 基本上都已经被炸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本身必须要在各种障碍物下不断地跑 然后不断地跑 再隐蔽 然后再起来再跑 再隐蔽 然后你还要去测试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对方都已经进来了 所以它已经占有战场的主控了 然后再加上它有人造卫星 有这个定位系统 还有这个无人机 还有就是周边的坦克 还有直升机等 都在那边不断地去对你进行扫射 在你不断地对你进行扫射的时候 坦克开始在压进来的情形中 你还要不断地变换位置中 你要确定你不会受伤 你能够保存生命 你还要接近坦克 那么400米以内 你才有办法举起来 举起来你还要不被人家发现 因为当你要瞄准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暴露你自己的位置 然后不被发现 然后还要能够攻击 但是我们昨天才讲说 红准打不了他们新式的坦克 所以他辛苦了半天去那边 结果也打不了坦克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就是因为军方没有给这些媒体人 完整的足够的讯息 而且也没有让他们在实战中 不断地在那些残炎废息中 然后不断地奔跑爬下来 再上来全身都已经是伤了 我曾经我受过多种训练 不管是海军陆战队的训练 步兵的训练 那么特战的训练 我受训各种训练 我们每一次训练以后全身都是伤 那我们还是在一个训练场中 那你想如果是真正在战场中 你本身还面临的生命的很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你只要暴露出来 你可能就马上就被打掉了 你可能一暴露出来就被打掉了 因为解放军的这个整个空中跟地面战的优势 是比国军还强很多 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给我们的民众足够的战争的讯息 没有的话 这个都是把我们的人民的生命 把我们年轻人的生命不当做一回事 是 好 我们来请教杰老师 这个澳洲议员看起来是澳洲帝国主义 扩张主义的一个工具 他不是在保卫澳洲国土 他是在东帝文的土地上打仗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东帝文为什么有澳洲的部队在那边 那现在我们看到真相大白 他这个战争是一种有侵略性 有扩张主义的 而且是保障澳洲利益 在东帝文的土地上保障澳洲的利益 这种行为的话 照国际 现在我们国际的这个工法 国际的正义 是不符合正义的战争 那蔡英文在感动什么 那这面国旗可以收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因为根据我现在看到这个资料 这个情况是有争议的 那我觉得这一面国旗 应该外交部来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以收 还是说要把这面国旗 要退回给这个 送给澳洲 这个澳洲的议员 因为这种事情是不能够随便乱接受的 蔡英文的身份 你要接受礼物 你要搞清楚 而且有政治敏感性的 这样子一个高度敏感性的一个东西 可以这样随便收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的 不管是蔡英文的团队 还有外交部门 对很多事情都太怎么样 太初心大意了 其实外交上就是说要有 很多事情要弄得非常清楚 对 尤其这种 这种 有这种战争的 意涵的这些礼物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你顺了他的意 你可能服了别人的意 那像东地文的话 事实上 他不晓得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如何 那对于这个澳洲在他的领土上 实行战争行为 那是不是什么一个看法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要很小心 还要进一步要研究 如果最后得出来结论说 这面 这个战争是有争议的话 那这份礼物也是有争议的 是 有争议的话 这种礼物就不能随便收 因为你是代表台湾 台湾不要随便卷入到 一场其他地方跟国家之间的争议 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晚上就晚上回来